7月25日,网友在某论坛爆料说,妮妮和景博然即将合体拍摄广告,这个消息引起了网友的关注,并且迅速被人猜出这是一起去拍摄优衣库广告。 据爆料人抛出的照片可以看出,广告拍摄需要景博然和妮妮的提升,而提升的职责是帮助两位明星预占一下位置,这个消息可以看出景博然和妮妮将合体拍摄广告。 网友纷纷猜测,难不成这两位和平分手只是炒作,现在是不是要宣布复合了? 前段时间,妮妮和景博然双方工作室发出共同声明,两人于今年5月和平分手,这一中棒消息让一众吃瓜群众接得有点突然。 在此之前,有新新网友发现在分手后,妮妮还在不断点赞景博然的社交平台,看来是在挽留景博然,但景博然对此却无动于衷。 在公布分手一周后,妮妮曾在社交平台晒出头戴景博然帽子的照片,瞬间引起争议说是否两人已经复合。 。